西医啊,它都是用强制的一些方法 除了切割之外,用各种的这个化学合成东西之外 它都讲杀毒,要彻底的杀,要透析 要什么,就是把你这些癌细胞啊,就是坏的细胞啊,全部吞并,一起杀死 它杀的同时,好的也没有来着 你人体产生这些,不管好坏的,它是需要能量的 那人就会越来越弱了 而且就算你这些都杀了,你再产生,因为它很多时候找不到根 它还会再产生,就这样恶性循环 而且你身体会产生依赖性 你的本身它自我保护,好的能力它也弱了 它都怕你了 而中医呢,它讲的是一个话 整个人体 整个人体 它是 你是唯一的 这一体 你这个气脏 器官产生问题,说明你其他的 强,它太弱了 那你把强的弱一点 它是我的自然一强 你再慢慢再培育它 它是整体辩证的 都要一起给你参考 夹夹减减 为什么有的医生敢用毒药 你差一克,差一毫克 都不行 有的药,一副药很好的药 很贵 加上点小麦皮 就见效了 不然它没有用啊 你再贵没有用啊 这个浮脉 它就是让你浮上去 中国人起这个名字 也非常科学 这才叫真正的科学 中医又分为 这个 编药九十 我们分别 华语捷克 讲一讲 这个中西历史上 我会见到太多的例子 所有的奇迹 只要是但凡你通过医 来治疗的 那都是 那都叫奇迹 他就科学发不理解 人们 他们医生搞不懂 全部都是中医 全部都是中医 中医他让你 他整个系统 因为他从自古他是看不见 有没有人能看见 他是那些 修炼到一定程度 他内观 他可以看到自己这个经络的走向 所有的这个这个系统的这个 那是真正的人体 他的实用价值 而不是现在所谓的 就是各个器官机械的摆在这 他就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那个经络 西方是发现不了的 他那个经络是 中间的空隙 你当你解剖开之后 当你切开之后 空隙没有了 人体他不管干什么 他需要一个通道 他走的就是这个 很多人讲通的不通 通的不通 通的不通 把他都通了 气血通了 你的思想观念也要通 你的你的身体 这个这个两边通 这个人的精气神 还会真的好 你的运气跟这个天地 这些气都是互动的 每次每刻 无时无刻 所以你搞西医 你搞到背后 人清清楚楚的死掉 你中医的话 你糊里糊涂的活着嘛 你活着就好了嘛 你搞不懂他 到底是怎么看不到 你就是就是这样来的 我就这样治的 那就好了 很多偏方 对吧 土方 更是这样 实际上这些 他是最科学 我们只不过还没有经历 慢慢去发现 他没有耐心 科学应该是有这个条件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